現在我們來解說一下空間中的旋轉指令ROTATE 它應該要怎麼使用 這個指令它基本上需要用到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一個點坐標 在這個圖裡面的C點 第二個參數它需要告訴Galgebra 要旋轉幾度 這個是一個旋轉角 在我們這邊我們利用另外一個變數θ來指定這個角度 最後一個參數它是旋轉軸 在我們這個圖裡面就是指AB這樣的一個直線 我們這邊直接利用指令LINEAB來指定 這個地方如果我們把這個旋轉角改變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就是我們使用這個ROTATE指令之後 把C所轉到的一個新的位置點 那除了這個角度改變之後 它的這個低點位置會改變之外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就是說這個軸本身 如果我們去改變它的AB這兩個方向的話 那這個低點所在的相對位置也會改變 所以事實上呢 直線基本上它應該是沒有方向性的 不過在這個指令我們在做的時候它事實上 如果你指定AB跟BA它的效果其實不一樣 這個旋轉角它是利用所謂的右手系統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A到B是向上的話 那麼C會逆時中轉到低點 所以如果你改變其中A或B的位置的時候 那麼它的那個相對的這個低點 它會跟著改變 所以在使用這個指令的時候 需要特別注意這樣的一個現象 OK 好 那這就是Rotate指令的使用方式